继续来关注博鳌亚洲论坛 近期央行一篇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文 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 来自多国金融监管部门 以及养老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就人口出生率逐步降低的背景之下 如何确保养老金更好的发展 发表了意见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水平 逐步提高之后 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过程 这意味着劳动力人口需要供养的 退休人口越来越多 养老金支付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 央行副行长李波表示 中国具备条件坐实积累型养老金 如果能推动我国养老金 从现在以现收现付为主的体系 向积累型发展 不仅能改善储蓄结构 还能积累很大一笔长钱 我们现在的储蓄 大量地在银行和房地产 我们感觉不够健康 我们应该把一部分的储蓄 吸引到或者安排到 我们的养老金交付来 根据统计 目前我国企业与个人共同缴费的 养老金的第二支柱 以及个人缴费的第三支柱 发展速度都较慢 对此 银保监会负责人表示 目前金融市场上 是和养老金投资的长期资产相对较少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 未来还应当增加金融市场中长期金融资产 更好地确保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因为这个资产的配置 它也考虑了很多方便严重 机会有短期长期 也有低风险 中央面 高分 整点的空面和空面大 养老金在未来 除了我们股权投资之外的话 应该考虑一下 就是把公募的瑞士 特别是以技术设施 为底层资产的公募瑞士 对他们开放 就是说为我们这个比较新机建案 为未来这个中国的产业的互联网 带来大量的资金支持 另外一方面的话 那么这种资产的话 它可能未来也能带来 很好的一些收益跟回报 我们现在这种资产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